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顶是用炒盖上去的 它这个门也是用炉 炒 炒 炸起来的 这就叫做户 这真人也在一定的社会机位 拥有叫做财富的人 他住的房子大 他才有两三户 那又才叫做门 另外呢 对一些高大的建筑 大型的建筑 有好的门和户 它这个门和户有什么区别呢 门是对外面的 比如说要建一个园子 那就叫做门 这个户呢 是圣内的 那就是圣内的一个房间 那个里面呢 那叫户 那是古西 它是这样子分的 这个户呢 就是后来就延伸到一个户界 一加一户 后来延伸到这个意思在里面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的写法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户这个字 在家户门里面 它就是画了一扇门 它这样写 这是画了一扇门 这是一款写法 第二款的写法呢 它写的这样 也是这样 它也是这样画了一扇门 这个周边有点圆弧性 这是有一定的能够 第三款的写法呢 它写的这样 在过端里面 有这样的三款不同的写法 这个字节 在经文里面 写呢 它是这样写 它再加了一个模 意思这个门 这个户 是用木头做的 在小砖里面呢 这是小砖的写法 这个字在栗树里面 它有这个小砖 这样的一把想成下来 所谓的变化 在史称贝里面 它写着这样 所以这个字呢 在开树呢 写着这样 开树写着这样 树写的原意 就是一扇门 是单身的门 后来是半身是门 隐身一个 一家一户啊 户戒啊 这是后来的一些隐身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 户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